這邊有一個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 可以說它是一個很特殊型 也可以說它不是一個特殊型 那當我把它沒有當作特殊型 直接來解的時候 就是我看我心目中要刪掉誰 如果說我心目中想要刪掉X項的話 我只要找到第一次跟第二次的 他們的X項的最小公倍數 當然這個是5次19 我就只要把第一項乘上19 所以這邊會出現5乘19 乘以19乘以19 記得每一項都要乘以19 當然下一項就是第二項到第二次 我就乘以跟它一樣 這邊是乘以19 這邊就乘以5 那既然是乘以5的時候 就是5乘19 所以上面是5乘19 那記得每一項也要乘以5 所以乘以5乘以5乘以5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製造出一個環境 就是這個的數字跟這個的係數 是一樣的 你就利用1-2就可以達到 Y剩下YX就不見了 那剩下Y 多少係數Y等於多少數目 那Y的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再帶路帶回去抹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是以比較普通的解法 但是呢我們在經由敏銳一點的觀察 會發現上下兩個方程式 就是它的變數X符號前面的係數 符號都是正的 這個是正 這也是正 這邊是5 這是19 再來呢以第二項來看的話 以Y來看的話 Y這邊是19 這是5 而且重點的是 這是符號 這也是符號 那我們就開始可以去思考另外一個可能性 我想去創造一個可以同時約分的 因為他們已經是符號都數字都掌握的一樣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相加 如果說相加之後這邊會出現24 這出現-20字 那這會出現168 那好像是可以把它整除了 那就會出現X-Y的一個比較簡單的式子 那當然再做第一步就叫相加 第二步就叫相減 那既然是一樣相減 5跟19相減-14 -19減掉-5Y也是-14 再來91-77那更簡單 那似乎可以是一條更好走的路 所以我們就來嘗嘗試第一步 就是相加 那相加的結果就是24X-24Y 然後會出現168 那在這邊我們就可以嘗試去看168 是不是24的倍數 那看起來是7 好的 7-24 168沒有錯 所以就可以把化解成X-Y-7 這個我們就叫做30 再來我們再嘗試去做1-24 特別叫1-2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5-19是-14 好 更重要的是-19Y 減掉 減掉一個負 因為我們在減掉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說心統把它做一個 類似一個括號 就做一個括號 減掉的話 那-19Y減掉負 負負的這裡面 變負19Y加5Y 那就是變成負14Y 然後會等於91減掉77 剛好又是14 所以我們這一看下去就是 除以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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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馬上就得到新的式子 就是X加上Y 等於負1 好 這個就是第44 那由我們就可以變成說 由34G加上44 因為你看這邊是X X是係數1-Y加Y 當然用代入消去法也可以 我們就加點消去法 這是非常簡單的式子了 所以這兩個相加-Y跟加Y消掉 X跟X加起來是2X 會等於數字相加 所以我們把它做一個mark 可能會對大家比較清楚 好這樣子 好那在這邊呢 有個負7去加上 負1就會變成6 就這邊會6 所以X就等於3 那當然就代入34就可以了 這不用考慮 34都可以 所以當X是3的時候 就把這X X呢換成3 然後呢減掉Y會等於7 那負Y就會等於4 所以Y就會等於負4 所以馬上我們就得到答案 X等於3 Y就等於負4 好我想這一集的答案就是這樣子算 當然我說過我們也可以不要用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會讓我們解的比較的容易一點點 容錯率會比較高一點 比較不容易錯 好那在這邊 希望同學們能夠領悟這一集 加油